教育部長潘文中在今天證實了 全權超過一年五個月的體育署長 但農曆新年過後 是努力的尋防可能人選 已經和幾位可能人選來洽談 正在做最後的評估 近期會把適合人選報到行政院 希望二月就可以確定人事 前體育署長張紹希 因東京奧運商務艙風波 二零二一年九月初請辭下臺後 一直由教育部次長林騰腳代理 沒想到一代理已超過一年五個月 體育署長南密資格限制 文官十二職等以上 或具備大學校長資格的教育人員 雖是主因 但立委黃國書直言 商務艙風波令不少有資格的 大學教授卻步 但體育圈近日傳出 前任中華奧會副秘書長 田協副秘書長 去年底鄭文燦擔任主協理事長 被拔捉為秘書長的國體大管理學院院長 四十七歲的鄭世忠 被看好為接任人選之一 記者求證鄭世忠是否被征詢 未有回應 新內閣全數就位獨缺體育署長 教育部長潘文中證實 努力年後積極尋放 以和幾位可能人選談過 都是熱心體育的相關人士 那到目前為止也做最後的再做一個評估 就會以程序來做這方面的跟院來做一個提報 那我想我們盡量能夠把握 希望在這個月能夠讓這個人事案能夠來確定 體育署長璇缺近十八個月 潘文中希望二月確定人事 讓新任署長來帶領體育界好好備戰成都世大運 杭州亞運以及明年的巴黎奧運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